老王同一時間 美中的關係打得如火如荼 非常惡劣的同時 美股大驚奇 那這個強者橫強 標股橫標 對這個光貝佐斯 一天因為他持有這個 亞馬遜股份大概11% 光一天的漲跌 昨天只上漲了1.2% 他增加就增加了22億美元 一點多%就22億美元 這是你想不到 你知道貝佐斯 大概是我們從1980年代追蹤富豪榜之後 第一個來到2000億美元 2000億美元是什麼數字呢 我講個概念就好 我們台灣的首富 我們的郭董 跟去年2019富比斯公佈 也是2000億左右 但是他是台幣 我們這個是美金 所以那就大概就是30倍的差距 這樣大家就比較容易理解 所以貝佐斯現在是非常有錢 有錢的有錢 而且他有離婚官司要打 錢給人家還是一大堆錢 那他主要會上漲 原因是來自於股價的大漲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一個人 我們上禮拜談論到 那叫特斯拉的 特斯拉這個馬斯克 你可以看他股價 從今年3月以來 我們不要再拿以前了 我們說以前他再漲了10倍 漲了30倍 那麼從最近的3月份以來 446塊 到昨天還創了一個新高 2166眼 也漲了快5倍 我那個地方有個紅圈圈框起來 是告訴大家什麼 那個最重要 最近這一個禮拜來的飆漲 主要是因為特斯拉跟進蘋果 蘋果他說要分割股票 他是一拆四 那特斯拉說我一拆五 這是什麼概念 就是說我一股之後 我拆成五股嘛 那拆成五股 我問你 又回到400多的原點 特斯拉現在要2000多 這一拆一拆變成400塊 你要不要買 買爆 因為我期待再一次 回到2000嘛 那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可能統計 過去歷史的經驗 只要有這種分拆的股票 在分拆前 股價都容易大漲 那蘋果最近也是大漲 也是這個原因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幫大家統計了 完整統計 上個禮拜 因為這個禮拜的經驗 上個禮拜 單週財富增加最多的是誰 就是馬斯克 主要是來自特斯拉 我覺得這些富豪 大家可以認識 第二名那個增加最多是誰 你知道 他是做美國的 這個零售信貸 抵押貸款的 就租給一般消費者 這個信用貸款 你看他的財富也增加 代表現在美國人都在借錢 那再看你看下面 這個貝佐斯在下面 貝佐斯下面 還有一個亞馬遜 大家有發現 那是他的 這個已離婚的前妻 那叫麥錦斯 那我們可以繼續往下看 Google的兩個老闆 像這個佩吉跟布林 兩個也都是 因為股價大漲而往上升 中國有兩個富豪 在這個排行榜前十大 那兩個 一個是這個劉強東 就是京東的這個老闆 那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的小米雷軍 因為我們昨天看到 股價也是大漲的 那回過台 回過來研究一下 馬斯克他的特斯拉 過去這個銷售一帆風順 這個持續的銷售量 暴漲上來 在中國市場的打開 是很重要 這就是為什麼 川普在中美貿易戰的時候 一直很希望 中國打開自己的市場 你會看到去年同期的話 這個汽車銷售量 特斯拉還在 中國電動車排名第五 今年同期上半年 特斯拉的占比 已經排到第一位了 21% 21% 那代表其他中國廠商 你就要自己穿了蛋 因為特斯拉進來 特斯拉未來還有什麼 特斯拉還有各位觀眾 這個叫做卡車 以後他的 美國人很愛開貨卡 特斯拉的貨卡就長這樣 有沒有很有現代感 所以我們說 我們買特斯拉 不是在買車子 買科技 那台灣的供應鏈有多少 這個是根據 天下雜誌看出來的 台灣的供應鏈 一台車 我們以前都講 一顆蘋果養活 台灣的好幾家企業 現在沒有在講這個 現在都在講特斯拉 因為蘋果有 消價競爭的問題 所以特斯拉說 一台特斯拉 養活整個台灣很多企業 上面看到的股票 最近其實都會漲 都有跟特斯拉漲 我想提醒大家 全球的電動車的人員占比 目前大概才8%左右 8% 在先進國家才8% 意思說特斯拉未來很有遠景 所以台灣電子業 過去20年靠蘋果養 搞不好現在跟未來10年 靠特斯拉養 恭喜發財 各位可以看一下蘋果供應鏈 我們講個最簡單的供應鏈 我們看一下鴻海的股價 再對比這個兩家供應鏈 這個茂連 是做這個特斯拉汽車的連接器 你看今年來股價 三月底是一路大漲的 那這個是比大家都知道的 茂連 因為他很早就接到這個訂單 那當然這個汽車在改變 這個特斯拉在改款當中 也會有新的廠商加入 像這個連加 連加就是新打入 這個特斯拉的車燈 尾燈 那個LED車燈 你看今年的股價也飆 那就很像以前說 蘋果概念股 如果有哪一家 新接到訂單 就會爆充是一樣 所以現在特斯拉在整個 我們台灣的這個盤面上 是非常的一個明顯的主流 對照蘋果概念股 就差蠻多了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未來汽車 中國人 我們中國的網友很喜歡就講 買未來以後就有未來嘛 這未來汽車電動車 今年也在特斯拉 帶動之下 有兩塊漲到二十塊 所以我認為啦 這個整個電動車 是未來的一個產業重要前進 好 我們稍後回來